几分钟后我来到了房间门外 听到小李子在对站长说 你来了我很欢迎 可是你带那个傻逼干什么 我最烦这些个当记者的 没事就找别人的毛病 站长说 他是个好兄弟 只是想让你介绍 去哪吃些野生动物的酒楼里 小李子正侧道 大哥 你说这种话 兄弟可就要批评你了 那些酒楼我怎么能知道 我从来不去 我们局长也不去 我走进房门 拉着站长准备离开 小李子站起身说 哎呀大记者回来了 我们好好喝几杯 能和大记者喝酒啊 是我的荣幸啊 哎别走啊 他没有阻拦我们 但是脸上是难分难舍的神情 走出那家饭店后 站长告诉我 当初的战友中 小李子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也是最腼腆的一个 像个姑娘一样 一说话就脸红 没想到多年不见 他居然学得这么圆滑 我想起了我以前工作的政府办公室 因为从上到下充斥着一种虚假的风气 所以再真诚的人也变成了伪君子 站长的很多战友都在机关开车 而有些机关领导是野生动物的主要消费者 几天后 站长找到了另外一个司机 这次站长没有说我是记者 只说我也想开一家野生动物酒楼 这名司机叫黑子 然而他一点也不黑 皮肤看起来像女人一样嫩白细腻 他比站长大一岁 然而看起来站长比他要大十岁 他话语不多 不像小李子那样总是喋喋不休 但是他看起来沉稳老练 不苟言笑 深不可测 站长也是好多年没有见到这些当初的战友 他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变化很大 站长后来对我说 黑子以前顾名思义 皮肤黑得像煤炭 没想到现在名不服食 相反站长当初皮肤白细 而现在变得黑如煤炭 黑子以前是个笑话大王 现在居然西字如金 站长感慨的说 岁月会改变人啊 而饮食更会改变人 西字如金的黑子 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忧郁感 我从他的话语中 从他的神情中能够看出来 他会不刻意谈论单位的事情 但是他似乎是无意中就会流露出 单位的举足轻重和巨大威力 这是一个闷骚型的男人 站长让黑子以后多多照顾我的生意 我赶紧拿出十元钱一包的云烟 让黑子守 黑子拿出中华眼 然后又递给我和站长一人一支 他说 我只愁中华 我说 我下月九楼就开张了 大哥多多光临啊 黑子说 好 我说 你们单位是不是经常吃那些山珍海味 黑子说 是 我问 你们喜欢吃哪些 黑子说 穿山甲了 果子梨呢 巨西了 都失腻呢 你要做就要做点别的 我想不起还有哪些野生动物 能够进入他们的菜谱 只好装着听懂的似的点点头 我说 你带我去你们经常去的那些饭店 我看看他们都做些什么 我保证 我们的厨师比他们做的好 能做出新花样的 黑子说 行 顿了一会他又问 怎么提成 我愣住了 我没有想到 他带他们单位的人来吃饭 还要提成 我不知道提成 应该是多少 符合他们的行规 站长看到我的尴尬 赶紧说 都是自己兄弟 不会亏待你的 我问 你们单位 是不是供款吃喝 我想起来以前在小县城工作的时候 很多单位吃饭都是大白条 结果吃垮了县城好几家饭店 黑子说 供款吃喝有 但大部分是老板请客 有事情求我们 顿了顿黑子又说 他们不敢不请 第二天 黑子开着单位的小车 带着我来到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那辆小车的车门上 写着这家单位的名称 这是一辆执法车 黑子停车的时候 我一个人先走进了大厅 坐在椅子上 大厅里有几桌吃饭的人 他们很安静 完全不同于北方那种大呼小叫的场景 一名穿着红色试着制服的女子走过来 脸上带着职业的微笑 露出三分之一的牙齿 他问 请问先生几位 我故意不看他 装出一副很款的模样 我慢悠悠地说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好吃的 女子问 先生想吃什么 我说 想吃猫头鹰 女子诚恳地道歉说 对不起先生 猫头鹰是国家野生保护动物 我们这里没有 我故意说 咋能没有呢 上次还带人在你们这里吃午不舍了 女子犹豫了一下说 先生稍等 我找一下部长 然后离开了 我装出一副见过大市面的神情 大腿压着二腿 用手指轻轻地弹击着桌面 电视上 那些有钱人到饭店吃饭的时候 都是这副德行 一分钟后 穿着黑色西装的部长来了 后面跟着那位女子 部长恭敬地对我说 先生 真的很抱歉 我们这里没有野生动物 您点别的 好吗 我说 吃别的有什么意思 我就是奔着野生动物来的 部长脸上冷若冰霜 他看着天花板说 那对不起了 我们合法经营 没有野生动物 奇怪 难道黑子说错了 难道黑子骗我 黑子说他们经常在这家酒店 吃野生动物的 我正在疑惑黑子过来的 舔着肚子 两条腿迈得很开 两手插在裤兜里 一副贪官污吏的走姿 部长看到了黑子 屁颠屁颠地迎上去 像杨高看到了杨妈妈 像铁钉遇到了西铁石 像宝儿望见了老嫖客 他的脸上多云转情 满脸都是谄媚的神情 他说 哎呀呀 大哥您来了 小妹想死你的 他伸手扶住了黑子的臂弯 黑子浅长折指地笑着 静止走进了旁边的包间 部长一白眼色 红衣服的服务员赶紧去倒茶水 我们坐在包间的凳子上 部长和服务员站在身边 微微弯着腰 脸上笑成了两朵狗尾巴花 部长指着我问黑子 大哥 这位是 黑子说 我的朋友 部长称怪地 拿着媚眼向我瞟 瞪得我心中乱七八糟 部长说 你早说是大哥的朋友吗 黑子以一种江湖老大的派头 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 他好像对这里很熟悉 部长笑容可惧地问 大哥 今天想要什么 黑子岔开两条腿 眼睛望着墙面 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 最近都有些什么 部长说 地龙 黄猫 大鸟 大蛇 长虫 您想要的都有 最近大蛇比较紧张 但我们店里货源充足 也绝对是上好货色 我听得如坠无礼物种 地龙是什么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动物 黄猫难道就是家猫吗 大鸟是什么鸟 大蛇是蛇吗 长虫是不是蜈蚣之类的昆虫 黑子问 哪天会有座 部长说 最近查的可言了 只能等到晚上才能吃 档期就排的长 要到一周后才能有座 黑子说 地龙准备上五六斤 大鸟准备上两只 下周来十个人 我想原来黑子今天是真的要来订餐 怪不得我一打电话 他就爽快的答应带我来 也是在后来我才知道 所有经营野生动物的酒店 都指对熟客 生人进来点野味 会被一口回咀 而且 酒店和熟客之间全是暗语 地龙指的是穿山甲 黄猫指云豹 大鸟是猫头鹰 大蛇指巨蟹 长虫指蛇 每个野生动物 在酒店里都有一个别名 部长又对服务员摆了一个眼色 服务员出去了 在进来时 从衣服里抽出了两张纸 摊开在黑子的面前 我凑过去一看 上面全写着菜名 原来这两张纸就是野生动物菜谱 这些菜名很多 我只记住了山甲田鸡腿 山甲就是穿山甲 田鸡就是青蛙 红烧果子梨 酒制大黄蛇 红烧熊掌 青炖鳄鱼掌 天麻炖猫头鹰 龙虎豆 龙是蛇 虎是猫 那些年来到饭店 只要是熟客 饭店的部长都会拿出菜谱 让石鹅点菜 而最近几年 因为加大了打击力度 他们点菜全部用代号 石鹅和饭店部长都知道 每个代号代表的是什么 比如石鹅点三号 饭店就会端上来红烧熊掌 石鹅点三十号 饭店就知道需要的是金银路肉 现在这些经营野生动物的饭店 更其隐秘 野生动物饭店里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猫尿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 黑子所点的这一餐能有多少钱 当时穿山甲收购价为每金一百元 来到这座城市高达四百元 五金就是两千元 猫头鹰收购价每只一百到二百元 而从西北来到这座城市高达一千元 两只就是两千元 这还只是原料价格 就已经高达四千元 如果做成熟食 少说也要五千元吧 一顿饭不可能仅仅吃这点 还要配点别的菜吧 还要喝酒吧 所以这一桌饭没有七千元下不来 谁会一顿饭吃七千元 让你自己掏钱 你舍得吗 我在一边问 能让我看看你们这些地龙大鸟吗 部长说 没问题 他又向服务员摆了一个眼色 他应该是一个白眼色专家 每个眼色都有不同的含义和内容 这显然是在酒店里和各色人等打交道锤炼而成的 服务员带着我沿着狭窄的走廊七拐八拐走进了操作间里 操作间里几个穿着脏兮兮白大褂的厨师正在忙忙碌碌的颠勺炒菜 火光映红了他们一张张油腻腻的脸 地上两只嘴巴被缠上胶带的鳄鱼在爬行 缓慢的摇头摆尾 显得很痛苦 他们爬到了一名厨师的脚边 厨师抬脚踢了一下他 他又乖乖的爬向另一边 想不到 生命显赫的沼泽之王如今落到了这波田地 厨房的旁边是仓库 仓库里堆满了铁笼子 铁笼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我故意问 这些都是家养的吧 服务员说 怎么可能呢 现在的客人可挑剔了 吃东西一定要吃活的 还一定要野生的 他们的眼睛可毒了 嘴巴也很掉 是不是野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也能吃出来 这些人我们可得罪不起 我想起了在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看到的一幕 经过长途跋涉从森林海滩 从戈壁高山来到这座城市的野生动物 由于无法忍受一路上的颠簸 也由于商贩打麻醉针的时候用料过量 那些商贩们并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最后这些可怜的动物死在了长途贩运的密不透风的车上 死在了这座陌生的城市郊外 而档口的老板只要活物 这些动物的尸骸就被随处乱扔 地面上污血横流 苍蝇纷至踏来 而黎明时分 档口纷纷关门歇夜 清洁工们将市场冲刷干净 没有人知道这座市场昨夜黑暗中的杀戮和血型 就在这时候 我看到了一只猴子 它用凄凉的眼神望着我流着眼泪 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 那种眼神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此刻 在电脑中打出这一行行文字的时候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双眼睛 那双泪珠滚落的眼睛充满了哀伤与无奈 然而这双眼睛没有打动任何一个人 从盗猎者 到商贩 到档口老板 再到酒店厨师 而那些大富翩翩的时刻看到这双眼睛的时候 只是想着它热气腾腾的脑浆 并没有想到它和我们人类一样 也有生命 也有呼吸 也有感情 它是人类的远亲 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残忍的 最霸道的动物 除过人类 所有的动物只是向大自然要求最基本的生存 它们的生存并不会以灭绝别的种类为代价 在人类刀根火种的时候 所有的动物都是和睦相处 那时候处于童年的人类也天性未敏 它对大自然并没有掠夺式的占有 而火器的发明让人类丧尽天良 所有的动物都面临灭顶之灾 越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 越加牺牲 也越能激发人类杀戮的激情 人类在征服自然和征服猛兽中获取快感和成就 人类自以为自己占无不胜 自以为自己就是地球的主宰 为所欲为 人类没有想到 疯狂的杀戮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让亘古旧有的食物链发生了断裂 人类开始自尝苦果 在辽阔广漠的西北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鹰类被大量捕杀 因为没有天敌 鼠类以几何级的数量在大量繁殖 鼠类又以草籽为食物 导致草原像退潮一样在急速减少 而沙漠像长潮一样在步步逼近 人类的栖息地也在越来越小 终于有一天 沙尘暴从遥远的沙漠深处席卷而来 越过巍峨高耸的山峰 越过曾经开满鲜花 而现在荒凉贫瘠的草原 越过金戈铁马 见证了无数次征战的长城 落在了明清的古老都城北京 这座见证了无数岁月更迭 和无数悲欢离合的古老城市 终于开始见证一种 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崭新的自然现象 沙尘暴 自然是无比巨大 无比威严的 在大自然的面前 人类只能满怀敬畏 人类只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灵而已 自然界有一种生存法则 它巧妙地维持着各个种类动物的平衡 它赋予了每种动物以生存技能 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凶猛 却数量稀少 一胎只能生育一个两个 食物链底端的动物懦弱 却数量众多 一胎可以生育十个八个 这样顶端的动物总是能够找到食物 底端的动物总是不会灭绝 食肉动物爪牙坚立 而食草动物奔跑快速 大自然给每种动物都提供了生存的机会 可是人类偏偏要违背这种生存法则 人类对自然的伤害 必将受到自然更严厉的惩罚 见到投胎中国需谨慎 我非常高兴 过去的就让它永远过去 太阳一出来 每天都是新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事事如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 贪官有权有势 可是夜夜睡不安稳 担心有人找他谈话 富豪有钱 可是担心会被抢劫的盯上 二奶很疯狂 可是担心老了人家不喜欢他 真做起来 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都会过去的 从头再来 送你官汉亲一句话 我是个争不烂 煮不熟 锤不扁 炒不爆 响当当 一颗铜豌豆 没有人能够打败我们 除非我们自己 真不敢相信 我一天只吃两个烧饼 挺了那么多天 那时候真是受尽了千般苦 睡在车站广场 喝自来水 跟在公交车后面跑 都是为了省钱 有好几次差点饿昏过去 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来到城市找工作 是不是还有人像我当初一样 估计没有了 我当时是山穷水尽 囊空如洗 连吃一碗兰昭拉面都感到幸福无比 感谢观看